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声哪气了叫了一句爸爸 随后女儿甜甜的喊了一声妈妈 接着王祖贤指着李亚男的肚子问女儿 女儿可爱的表示是肚肚 肚子里边是baby 恭喜可爱的鸡宝呢要当姐姐了 二胎的性别疑似也曝光 在王祖贤晒出的动作中画着一家四口 小宝宝和姐姐一样都是头上有着蝴蝶结 似乎二胎也是女儿呢 李亚男穿着一件卡其色的裙子衣着宽松 不过还是能看出肚子已经凸起 估计月份已经不小了 不过整个人都很纤细 完全没有长胖的痕迹 果真是女明星 王祖兰夫妇的效率也是真的很高呀 这么快就已经二胎了 难怪此前老公一直不让李亚男付出工作 原来是让老婆安心在家备战二胎 王祖贤为了赚奶粉钱一直在拼命的工作捞金 现在有了二胎压力就更大 看来未来的综艺晚会节目上肯定少不了他的身影了 不过大家还是非常喜欢他的 也祝他父亲节快乐 当时王祖贤在TVB少儿节目当主持人 同时李亚男也签约了TVB 第一次见面是在TVB艺人之家的一个烧烤聚会上 艺人之家也会邀请艺人的爸爸妈妈一起参加活动 当时祖兰的妈妈看见李亚男就开始两眼方光 不停的夸赞 李小姐你好漂亮啊 李小姐你真的好美 几乎都是五分钟进行夸赞一次 祖兰妈妈好眼光啊 想必当时也是想让这位口中的李小姐嫁入你家吧 李建英后来问问王祖兰 你当时觉得他美吗 王祖兰说道 没有觉得他很冷傲 不聊的时候呢 冷冷的站在那边 就是很酷的那种高不可怕的感觉 你不是富二代 你就不敢追求他的感觉 当时的王祖兰啊 并不算什么有钱人 自己也是刚刚起步的艺人 就算有想法 就算喜欢 在当时的情况也是不好意思的说出口 网上流行一句话就是 你在你喜欢的人面前都会产生自卑的心理 王祖兰就是这样 李亚男是一个长相身材 都是很有气质的一个女人 与王祖兰也是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随着后期的两人越多交流 王祖兰决定开始进行表达 不少网友对于两人的如何不入殿堂结婚的 也是好好奇 为什么如此高挑的美女会选王祖兰呢 我记得有一个类似的话题 被很多网友都称为 女生长得漂亮 男生长得丑 是因为女生图钱 在这里呢 想问一下他们俩谁没钱呢 最初的李亚男直接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 你个子太矮了 虽然王祖兰早已经料到了这样的结果 但内心还是很受伤的 王祖兰可能深深地陷入爱河中 依然不放弃地继续追 刚好在王祖兰追求李亚男的时候 她刚好分手 王祖兰正好尚未成为了一名倾诉者 当时王祖兰开导李亚男 想尽一切的办法 却都李亚男开心 在王祖兰的陪伴之下 李亚男终于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可是这个时候她也发现 自己已经非常依赖王祖兰了 在2010年11月10号 公开与李亚男的恋情 虽说两个人彼此喜欢 但是作为李亚男的父母 却是很不愿意 我们也都理解 毕竟身高相差太多 自己家的女儿那么的优秀 也可以找到更好的男孩 在这父母不愿意的期间 再加上外界的影响 两个人决定分手 王祖兰对李亚男说了一句话 你现在和我在一起 不是因为爱我 是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当你有别的选择后 你还是回过头来找我 那才是爱我两个人分手以后 王祖兰对于李亚男的要求 也是不会拒绝 当时的李亚男真的很喜欢王祖兰 只是因为这个身高真的很困扰 李亚男对于这件事情很痛苦 决定自己寻找老师的帮助 老师给了一句话 你不用担心 肯定会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爱就是你放眼于 当前这个人的时候 会放弃以后发生的所有机会 李亚男明白了这句话 背后的意义 下定决心去找王祖兰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和好以后 两个人都彼此珍惜对方的感情 但是王祖兰不想要 这种情侣的关系了 决定把李亚男娶回家 当时李亚男的父母 还是极力反对 王祖兰几乎在一个月的时间 满足了一个好女婿的身份 陪着妈妈逛街买衣服 陪着爸爸钓鱼 在家里做饭 晚饭之后给父母锤肩膀 等等一些行为 父母也体会到了王祖兰的忧心 追的女儿也是极力的费力 把自己的女儿 交到这样的人手中 应该也很幸福 最近关于王祖兰的消息 也是不见了 据网友说 李亚男患受了抑郁 王祖兰把自己的工作 推掉在家陪老婆一起度过 如果真的喜欢 身高一切都不是问题 并且像王祖兰这样的好男人 如今也是很少了 众所周知 王祖兰身高仅有一米六多 颜值也不出众 但看外形 在帅哥美女如云的影圈 可以完全说是小矮人 再看他老婆李亚男 身高一米七三 两度斩获温哥华 华裔小姐大赛冠军 那颜值 那身材 那气质 名副其实的白富美 和王祖兰站在一起 不就是白雪公主和小矮人吗 谁说 小矮人就不能是白雪公主的王子 不能和白雪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呢 下面跟着我一起来学一学 王祖兰的幸福秘诀吧 说不定明年福建节 你的白雪公主 也能送你一份最好的礼物呢 秘诀一 不怕丢脸 执着坚持 李亚男在外国成长 条件优越的他 向来追求者众多 其中就包括香港市地 大帅哥郑佳颖 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 其貌不扬的王祖兰 没有退学 厚着脸皮苦苦之求 通常男生不敢追一个女生 是因为怕丢脸 没有胜算的话 一个男生是不会追一个女生 但我觉得他已经好到 一个让我不怕丢脸的地步 所以就追他 从2005年相识相恋 到2015年情人节结婚 期间王祖兰遭李亚男 拒绝三次 即便是分手 也一直没有放弃 拽一路上 更是打败超过五个劲敌 最终多得了李亚男的芳心 秘诀二 身高不够 才华来凑 个子不高 是王祖兰的短板 烈士 但这并不能阻挡他 通过努力变得优秀 通过多年的打拼 王祖兰从一个默默无稳的 香港无限电视台 儿童节目主持 推变成了一名全能艺人 歌手主持演员 哪一个做的都很优秀 在跨界歌王中 他翻唱陈奕迅的浮夸 一开口 惊呆众人 全场轰动 在跑男当中 他饰演的虽是一个瘦气包的形象 却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笑声 才华如此出众 再加上名利双收 事业有成 身高对他来说都是浮云了 正所谓情人眼里高一点 李亚男坚定地表示 绝不建议王祖兰比他矮半个头 秘诀三 制造惊喜 让爱保鲜 太过平淡的生活 有时候会模糊了爱情 而不时地给对方制造惊喜 则会让爱情一直保鲜 钢琴商的王祖兰深言辞道 追求李亚男的时候 他曾特意为其创作了一首歌 跌落凡间的天使 便特地亲手画了可爱的天使封套送给他 2014年 TVB一年一度的万千新婚贺台庆礼 他在台上突然跪下向李亚男求婚 婚后经常离家录制电视节目的他 会抓住机会深情地对着镜头告白 然后告诉李亚男 说这一段其实是跟你说的 童话故事里呢 白雪公主嫁给了英俊的王子 而王子吴兰却用她的生活 演绎着小矮人和白雪公主的幸福传奇 结婚后 两个人时常合体出现在节目中 与其说两个人常常秀恩爱 不如说两人对彼此的爱是藏也藏不住 两人从外形来看 的确不是很般配 但是爱一个是没有任何人理由的 曾经你所设定的那些必然条件 在遇见了对的人之后的 就可以忽略不计 王祖兰和李亚男的爱情便是如此 又遇见了对的人 所有的条件都不是条件 近日王祖兰还在网友贴出了女儿的近照 但是这张照片呢 并没有得到网友的赞赏 反而收到了很多人的吐槽 因为王祖兰女儿的大蒜鼻太抢眼了 尤其是突出在这么一张小的脸上 于是呢 在看完 王祖兰女儿的出现之后 有网友在网上纷纷表示 不管这位母亲的颜值有多高 也多没用 因为她在这张照片中 你可以看到王祖兰的女儿 虽然她看起来很可爱 但她的大蒜鼻和王祖兰一样 除了这个鼻子 女儿的五官气质也和她一样 以至于大家都认为李亚男的精英再高 也没有遗传到女儿身上 但我认为呢 不管王祖兰女儿的外貌如何 她都是对这对夫妇的孩子 毕竟呢 对父母来说 即使女儿长相不好 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